抖音小姐姐玩水上冲浪作红 网友说跪下的那一刻我恋爱了 要说起抖音相信大家都比较了解了 经常喜欢看短视频的都应该知道 近几年短视频可以说是比较火的 现在很多人上下班没事的时候都喜欢去刷下短视频 去打发自己无聊的时间 当然短视频能够这么火 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能够记录我们的生活 大家都互相看到每个人不一样的生活 分享自己的精彩顺点这也是挺好的 近日就有网友在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这样一个视频 从视频当中能够看出这位小姐姐是在玩水上冲浪 看起来还是比较凉爽的 主要是在水上乐园玩这样的项目 不但精简而且还能够感到很刺激 所以才会有这么多游客想要体验一下 图中的这位小姐姐看上去年纪并不是很大 从视频当中可以看出 这位小姐姐应该是新手 第一次来看上去明显是紧张 但是能够去玩已经是挺大胆了 这位小姐姐跪在滑板上的那一刻 很多网友分分说 这一刻我已经恋爱了 可见这位小姐的消耗力还是挺大的